局势不容乐观 拜登改变了核武战略 为回应美国 我们中国做的还不够 大家好 纽约时报前两天公布了一则重磅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 今年通过了一项秘密的核武器战略方案 这个方案呢 想改变美国现有的威慑策略 并第一次将重点放在我们中国身上 公然为我们量身定做了一份核威慑战略 所以说美国人长期以来 就一直企图通过各种协议 来遏制中国的核军备 不许我们扩松核武 但像拜登这样 专门弄出一份秘密方案出来 还是头一次 这其中反映出来的几个问题 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啊 美国现在不仅仅是高度重视中国的核威慑力量 同时还开始担忧他自家的核力量被超越 之前我们一直维持着最小的核威慑 所以美国人仅仅只是关注 但是现在他们却有些心虚了 因为美国五角大楼知道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越来越厉害 那中国肯定也会有所动作的 为了回应不断炒作中国核威胁的美国 我们这点核武数量完全是不够的 因此想要提升自己核威慑实力的动机 我们中国肯定是有的 美国人感知到这一点之后 就有了如今咄咄逼人的态势了 其次 拜登政府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做核威慑战略 甚至还把这个消息给曝光出来 其中的恶意可以说是十分的明显 摆明了美国未来一定会进一步提升 他自己的战略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中国要不要跟就是个难题了 不跟的话 那美国对华威慑就越来越威胁 跟的话就会被美国人拖入核军备竞赛 目前来看的话 面对美国人给我们挖的坑 我们中国高层应该是做好了两手准备 一手是官宣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草案 此举不单显示出 我们中国在使用核武器方面的谨慎和节制 同时也彰显了 我们中国坚决致力于维护世界战略稳定与和平 更重要的是 如果大家都不率先使用核武器了 那常规战争优势在谁 相信各位观众心里都有数 而另一手准备则是要提升我们的核反击能力 反过来遏制美国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那般 我们中国始终保持本国的核部队 使之符合国家安全的需求 说白了 美国人能做的 我们中国怎么就做不得呢 当然 提升能力归提升能力 不率先使用这一关键原则 我们中国应该是不会打破的 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或许应该有一些不佳条件 毕竟现在的国际局势不容乐观 就连我们中国家门口的台海和南海局势都在不断的恶化 因此 个人认为 我们应当表明出一种态度 比如 域外势力要是大规模插手我们中国域内的海峡联案关系 还有南海的中国领海问题 那么中国应该为了捍卫自身主权 为了生存 就什么都能做 什么都敢做了 好 我们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